大家好,我是小笨们 我在路边,下面就是高次公路 这个地方有点吵 我这说话的声音会大一点 咱们今天就来介绍咱们面前这种吧 一种爬藤茉莉 咱们俗称的爬藤茉莉呢 是那种开白发的 那个虽然说俗称爬藤茉莉 但是它其实从植物学上来分 它不是茉莉 这个才是真正的爬藤茉莉 这个爬藤茉莉是中国引进的植物 可以说是中国本土植物 然后呢味道非常的香 花是白颜色的 开花之前呢 那个花咕噜呢 是绿颜色的 这个植物呢 非常非常好养 这个生命力非常强 长得也特别的快 这个香味特别特别的足 这个 你花园里有一棵 整个花园就都是香味 但是问题是它在奥克兰地野区呢 它属于一种入侵植物 所以说大家不要种 你这个 它会把周围的植物都铲死 它会入侵周围的生态系统 再一个就是呢 你想买你当然也肯定买不着了 因为既然是入侵物种 就不可能 这个花店里会有卖的了 但除了奥克兰呢 别的城市呢 很多地方还是可以野种的 但是在奥克兰呢 它属于入侵物种 这是被禁止的 这个 它的破坏力还是相当强的 咱们 过去那辆大师说 那个 咱们从这儿呢 看着它不是非常多 当然也不少了 来看一下对面山坡 前面那棵树上缠的都是了 这边这个转过去 整个一堵墙上也都是 下面也是 所以说呢 它已经长得到处都是了 可以看到前面 这一整个坡上 高速公路旁边 全是这个 爬满了这个 爬藤墨里 你看它已经缠到这棵树上了 这棵树渐渐会被缠死 所以说呢 咱们眼前的这个画面呢 很 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入侵性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开花呢 只是它开了花的这一部分 其实它 山坡上可以看 看看到啊 都是它的叶子 那个还没有开花 这边整个山坡呢 都被都被它占领了 那别的植物呢 当然就没没 当然就没发活了啊 这个入侵性 指的就是就是这个 它自己长 它不让别的植物 植物植物活 这种植物 都属于入侵植 咱们之前呢 也介绍了不少了啊 这是另外一种 谢谢大家 我是小笨笨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 咱们下回见 啊